這個是真的有帶讀取功能啊 老闆老闆 我是老闆老闆 我們叫 來 各位 今天的話 我們是很久沒來連載我們的 超級戰隊系列 跟我們的便宜魂對不對 好 我覺得四樓該補一下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話 並不是要補某個系列的一個強化形態 我們今天要來開新坑 來個高人氣的好不好 是哪一個戰隊的 我們就買到那組的東西 來 各位 就是我們的壽電戰隊 強 龍 招 我跟你講在戰隊裡面 只要掛上恐龍系的 都已經是品質保證好不好 你看 恐龍戰隊 暴龍戰隊 壽電戰隊 騎士龍 每一部都穩紮穩打 而且機械設計都非常非常之優秀好不好 希望這一次的這個壽電戰隊啊 它採用的是跟我們之前 暴龍戰隊一樣的一個規格 只要使用三隻 就可以進行合體了好不好 暴龍的話 基本上都是屬於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一台 而且這台真的是搭得很壯觀好不好 我最怕要備註的點就是說 其實從這個時候開始呢 也不用從這個時候 這個差不多往前推個幾年 開始之後呢 你會發現戰隊機器人 越來越塑膠化 越來越塑膠 這台的話也不例外 基本上整台完全是塑膠 而且塑膠的非常嚴重 但是呢 這一次的話有個好處是說 它的Size 我覺得非常非常之OK 很大一台 我是很滿意的好不好 然後我今天選了這台 其實還有最後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機械戰隊全戒者 他們在變形時呢 會有BGM對不對 這台的話 也有 而且重視呢 還有帶 讀取功能啊 非常非常之誇張好不好 我當初一玩到這台 我真的完完全就被嚇到 雖然這台年份沒有到非常之久 但是玩起來的感覺 欸 真是很痛快 而且是可以完全對應 TV裡面的所有音效好不好 講完這個前提之後呢 我們現在 就來一台台機械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它這裡一共有三台 這就是我們第一台的一個 瘦電龍啊 先備註個點喔 他們這一次的所有機組話 都叫瘦電龍 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然後這台瘦電龍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爆咬龍好嗎 瘦電紅的一個搭档啊 可是我覺得在開始講 在外觀上面 我覺得必須要幫他觸發一個東西啊 因為這次瘦電戰隊的話 裡面都有帶一個電池嘛 所以呢 雖然他們這一次不管是變成方法啊 還是說使用機器人 還是說使用武裝 都需要用到電池好不好 當然我們在爆咬龍 也是需要吃電池的啊 在開場講這次的 我們先讓他吃一塊電池好嗎 然後我們先來幫他喚醒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頭 真是做得不錯欸 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瘦電電池好不好 之後講變成器 會再更詳細的講啊 我們先來幫他填充一下 我要先說 你們一定會以為 插進去就是會發動固定音效對不對 不是 這個是真的有在讀取功能啊 喔 所以他現在可以識別你是哪一個恐龍好嗎 而且重點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才在展開著 他這個頭上這個小小的腳啊 也會跟著一起展開 所以大家咬下去 他就會抬起來這樣子 OK 各位 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們爆咬龍最強的狀態啊 然後呢 我們這樣全部啟動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來看他的細節 OK 各位 第一個是他的臉部啊 他臉部啊 他就像就是完全的一個暴龍設計好嗎 我個人覺得他的那種CG感有點重 但是我覺得真情的來說還是不錯啦 真情的算是比較機械化的一個暴龍好嗎 跟上代的暴龍戰隊那個暴龍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覺得 這個生物感就沒有到那麼重了啦 然後呢 他身上的話也有大量的一個銀色塗裝結構好不好 欸 這個有塗裝真的是不錯欸 眼睛部分這邊的話也是塗裝 跟大家說明一下 OK 各位 我們講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換到他巨大的一個身體好不好 因為由於這一隻 佔的身體的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大好不好 大到是可以理解為 這台作為主體 然後去更換雙手的一個武裝 所以呢 他身體的部分才設計這麼大 但是呢 以暴龍來講的話 我個人覺得看得真是非常非常之爽 因為暴龍就是要大台才會過癮 然後呢 在他身體這邊 前面這邊有大概一個網狀的結構 就有點像像強龍者 他們身上那個電池的符號 這樣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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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概念做一個設計 也是有融入電池的那種電量槽的一個設計 他胸口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觸發他的一個開關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玩到不用急 然後呢 我個人覺得這台有一個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比較偏向於中後期的戰隊的時候呢 會把一些結構外露好不好 像這個啊 這是連接的地方 把這個外露我是看得有點不順 所以我覺得 主要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再來是他超巨大的一個暴龍尾啊 因為呢 在第一集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合體 所以呢 主要的話都是靠暴搖龍進戰鬥嘛 所以呢 他的尾巴當然要大 只是為一個確定就是說 他上面的刻線紋率是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呢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上色好不好 就一塊 整個黃色就放在這裡 所以我是覺得有一點點可惜啦 但是至少尾巴這邊還是有兩層的一個分件色 這邊還有一大塊紅色的 然後呢 在下面的話 還有一大塊黃色尾巴做個搭配 然後呢 再來是來到暴龍超級小的一個手啊 嗯 有沒有 而且重點是這個手 還有一些可動存在啊 嗯 還不錯啊 因為暴龍基本上雙手都這麼小 所以他的腿當然要爆炸的大 爆炸的粗 所以呢 這個腿的話 基本上是做的 真的是大得很爽 大得很粗啊 然後呢 腿部上面的話 基本上也有銀色線條做一個塗裝好嗎 最後是我個人覺得他最帥最帥的地方 就是他的腳掌好不好 他腳掌做得非常非常之大 非常非常誇張 而且是三爪啊 然後三爪上也有分件做一個分色啊 至少拉不是看起來全紅 拉看起來更加有那種銳利感 更加有生氣 然後呢 他們為了要拉站得更穩 這邊還有再多延伸出來一些結構 他這個腿的話 基本上是 近乎零可動 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他裡面是有做一個卡點啊 他們主要還是 為了要等一下的變形而使用 所以呢 他這邊的話只能稍微做一些 前後的一些擺動而已 跟大家說明一下啊 因為他可動程度是非常非常之差的啊 畢竟有所才有得嘛 他這樣的分配的話 我覺得還算OK啦 反正我們玩戰隊 至少還是玩合體的 好 那這的話我們下一次 這一台的話 就算就是我們的 瘦電龍 劍真龍OK嗎 其實講幾兩點 他就是以劍龍做圓形 我們先幫他裝電池來啟動他一下 嘴巴張開 然後壓下面這個部分 他下面這邊有開關喔 記得注意喔 不要強推喔 壓下面這邊 這樣子 就完全啟動完畢了好不好 他這邊這個劍啊 整個彈出來啊 我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基本上他所有的電動功能啊 都是存在於我們的一個暴龍身上的 然後呢 我們其他地方是沒有任何功能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稍微看一下他每一個細節的部分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劍真龍的一個臉啊 我個人覺得他們這個臉其實設計的蠻好看的 就是說 他們將這些機械的那種線條紋路啊 去凝摸出就是恐龍身上的一個紋路好不好 我覺得大家看起來真的有更像那種活生生恐龍的感覺 這算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雖然看起來整體的玩具感還是有點重的事啊 但是他們這些眼睛啊 其實刻畫算是蠻銳利的 看起來那種很兇懶恐龍的感覺啊 然後呢 因為他是我們的瘦電藍的搭檔嘛 所以他就要整個身體的話 要採用藍色做一個設計 然後身上這邊還要加一些黃色的線條 去拉顏色上不是這麼的單調 然後呢這邊的話 前後這邊一樣是可以動的 但是前腳的往前幅度有點小就是了 但是後面的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在他背部的部分呢 他背部的部分呢 基本上也是採用藍色及銀色的一些管路線條 再加上黃色的一個配色啊 因為呢這隻瘦電的電的部分 他們採用黃色 然後呢再說他的尾巴 他尾巴這邊還有再多兩根刺 讓他看起來是更加的胸臣 更加的銳利 瘦電龍 鑽角龍 欸其實這台粉粉的我是蠻喜歡的 因為我個人算是蠻喜歡粉紅色的 這台就像是由三角龍演化而來的這台機械恐龍好嗎 然後呢 在看他的細節之間 我覺得我們現在啟動他一下 不然我看其實都覺得這個很可愛你知道嗎 下面的話一樣一個開關 把它壓著 他上面這邊的話 有多一個可動性 三角龍的其中兩個角 第一個是他的頭 他上面的話有兩個三方大的一個鑽角 其實他下面這邊還是有一個小鑽角存在 只是不明顯而已 鼻頭這邊還有一個鑽角 就這樣就可以達成一個三角龍的一個特色 再來就是他身體的部分 他身體部分的話 就算是有大量的黃色線條 跟他的粉色技術作為搭配 一樣前腳後腳都是可以動的 然後兩側的話也是一樣 跟剛才一樣 就是前腳後後稍微有點限制 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他上面這個鑽角 是可以動的 我跟大家補充個點 因為這隻壽電戰隊 他的卡扣是出了名的爛 好不好 算是爛到極點那種爛 所以他這個卡扣 就算你可能沒斷掉 一樣有可能卡不緊 因為他就是要鑽角龍的嘛 所以呢 他這邊的話 當然有一個鑽頭的結構好嗎 只是比較可惜一點 就是他這個鑽頭沒有辦法轉 然後也沒有什麼自動那種旋轉結構 這算是比較厲害一點 但是他這邊的話還是用分件做一個分射 OK 各位 我們將這三台紀錄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進行一個 壽電合體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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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ri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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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igotty Gabri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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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咩咩 哩咩咩尺 你不知道 這一 台就是我們的 祥龍三 這一台的話 我要先出三個特點 第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刚才大家最明显就是BGM好不好 我们刚才开场前的时候只要压一下 它就进入非常high的一个BGM 完完全全跟剧中一模一样好不好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呢 也是跟刚才BGM有关系 就是说它可以读取到每一恐龙之外呢 我们在插进去插进去那一瞬间时 它也可以感应到啊 战队里面史无前例附在读取功能的一台机器人啊 最后一个特点就很直观了 就是它的size跟它的比例好不好 它非常非常之大 它是真的很大很大一台好不好 我们拿冷风比一下 诶 插了一颗头 插很多好不好 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比例好看 它比例好看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 你会发现它是这支的手特长 因为呢以往有一些战队机器人 他们在组装时可能是组在肩膀上面嘛 组完这手看来超级短 短到吓死了 但是这一台的话它组的地方是从手臂这边 就得是它只有切换整个手这一段而已 并没有切换到整个手臂 所以呢它这样斗上去斗 让手臂的整个比例更加拉长 拉看起来整体是更加好看更加舒服好不好 相较于之前战队那种脚很粗很壮但是手很短那种 这一种看起来我觉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好看 虽然它身体型比例好看 但是它绝大多数都是红色 这应该算是有些人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OK 我们讲完之后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 我们把它打开哦 把它拔除嘛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边拔除吧 我们稍微把它插进去哦 哪面都可以 它会感觉到我们这支剑真笼 然后呢 原理虽然有点简单 但是我觉得玩起来还算是很厉害好不好 跟剧动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说它这个受电电池啊 基本上它上面有一些 类似那种颗粒状的代码 基本上你只要插进去的时候它就会读取 如果你刷入比如说像这一支啊 或这一支的话 刷完之后呢它会先读取到你刷什么孔 然后呢插进去时它里面会有个卡点 它那个卡点会感应到上面你原本刷过什么东西 那你插进去时它就会发出什么音效好不好 这里当然我觉得它很厉害很厉害的地方 它使用了最少的东西 但是做出了可以跟剧动一模一样的读取功能啊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BGM的一些功能啊 我们稍微给它说明一下啊 然后呢 然后玩完整的跟剧动一模一样 还带来BGM 很棒很棒 它差距可以感应到个别的口容之后呢 再压胸口之后呢 就可以触发最后的合体完成音效 所以呢 就算是这一次的一个特殊玩法 然后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一个外观设计 跟它的口容部分 我觉得这一次呢 这个强王神的脸啊 设计的还蛮好看的 非常非常像那种 圆果那种战斗民族的脸 就是它脸上这边还要画两条杠 然后呢 再加上它这个非常像恐龙的一个头盔啊 戴上去的时候 看得出来就是一个 完全化身为恐龙的一个古代战士好吗 再来就是它胸口这边的一个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直接沿用恐龙的一个身体啊 然后呢 身上再来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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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似像受电电池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再来换我们转角龙这边好不好 基本上就直接将我们转角龙一整只插上去 变成一个武器的部分啊 转尾啊 还有原本三角龙其中两个角 完全被移植到最下面去 拉拼三个角可以同时进行攻击 然后呢 再来换到我们另一侧啊 剑真龙的一个部分好不好 将一整只剑都插上去啊 然后我知道大家也很好奇这个东西啊 其实这一块呢 是盾牌好不好 它是盾牌 我知道它长得像狼牙棒 但是它是盾牌的一个结构 跟大家说明一下 然后呢 这个话还有变形功能好不好 来 像这样 把它拔起来 然后这边下去 当武人骑星的时候呢 然后就会产生出这把剑 像敵人挥砍下去 然后敵人就爆炸了 这把剑其实单看它是真的蛮大的 但是跟这台比起来之后呢 真的是有点小 再来它腿部分 我真的觉得它腿部分设计的很聪明 这个外圈这一块 就像是原本我们暴龙的一个腿啊 然后呢 它将暴龙尾巴的部分 直接切下来跟这个腿做一个合并 让腿整个变加粗 加稳之外呢 让它整体的比起来看起来更加的正常啊 比我想起来好很多耶 它竟然可以往前 我当作也不行耶 腿张开是可以啦 这一阵的可动绳真的是不错啊 再来到我们强龙神的一个背部好不好 将这个龙我把它剖斑之后呢 插于这个背上啊 然后我要先说个点 这个 超容易掉好不好 真的是不用太用力 你只要轻轻甩一下 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我刚才介绍时才会把这一块拿下来 好耶各位 意义上就是我们这一阵的一个 强龙神的开箱啊 我个人觉得完全无愧对于就是 战队只要挂上恐龙之后呢 基本上都是品质保证啊 因为呢这一支的话 基本上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战织啊 它的体调我觉得非常非常优秀 它的话有搭载一个读取系统就是说 它可以应对你去插哪些孔 然后去喊出对应的一个声音好不好 就是说它可以完全识别你的手臂啊 然后讲也有逼近 所以基本上可以完全贴合 剧动的所有一个变形好不好 所以呢这一支的话 我个人觉得算是蛮推荐的手包 如果有喜欢受电战队的话 或是想玩玩看机械人的孔的话 又觉得暴龍战队太贵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一支算是一个 不错入手的一台机械人啊 所以呢 意义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受电战队的一个 强龙神的开箱 如需要请帽子来视频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